大家好,今天我會拍一個迷你版扭蛋機教學 有人就說想我拍扭蛋機教學 今天就不是用這個小盒子 如果你喜歡你的開用,其實都差不多,沒什麼分別 我今天就會用魚仔餅 所需要的材料就是一個紙盒 一些紙 硬卡紙、紙皮也好 然後剪刀 然後雙面膠紙 我說這些膠紙 或者你喜歡用白膠章章 這些黏死你又黏不到,是完全黏不到可以跟你說 隨便吧,你喜歡黏一黏,沒所謂 還有解刀,如果有解刀就會比較方便 首先我們先黏好這個封口 因為這個封口太小,我們今天要弄的是打橫的 所以我們用膠紙或雙面膠紙 雙面膠紙黏了,所以我剛才用膠紙好過 對,就這樣黏住它 這樣看上去那個會比較漂亮 而且蛋就不會在那裡滾下來 對,這樣就黏住了,就好像全新的包裝了 然後我們在上面很輕輕地開個洞 我們剪開了一個洞之後,就用膠紙剪了 因為其實這個盒子很小,而且很軟 不是扭蛋劑用紙皮做的那些 這個不要剪到盡 這個如果剪到盡的話,就會很懶 知道嗎? 因為它這個邊邊是黏住了 然後這裡反轉 然後這個一剪 然後你會看到剛剛剪開了 這個先黏住它 對,這樣就剪開了一個口 我會看到裡面的東西 這個也可以用來做扭卡機 不過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扭蛋機 對,那首先我們在這個剪的出口 就是剪一個迷你出口 這些這麼軟的東西 用剪刀很容易剪爛的 所以你剪完之後 用膠紙剪會很快 就是會好一點 這樣 這樣就開了一個洞 這樣你就可以在這裡拿扭蛋 因為到時就會 用筷子隔著它 就會滾到這裡 所以整個洞就弄小一點 另外呢,入錢位 就是入錢位就弄在這裡 而後面就是拿的 因為我們這裡全部都封閃的 那如果你喜歡 這裡可以隔一把 其實很快 我預計應該15分鐘就弄完了 然後就拿到這裏 拿一些小筷子來試試看 好多 那我拿這個吧 不夠大 那我拿這個吧 拿這個吧 然後還要放一把 拿這個 現在就能夠放了 這裏 刀回去 拿到這裏 那 那 接著呢 我們就要 用一些卡紙來弄 首先我們要固定這個位置 我們先量度它的口 這個口就大概在這個位置 找一支筆就架一架 其實畫畫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又不會在裡面看 怎麼說呢 你又不會被人看回裡面 這裡就是裡面寫完這裡之後 這樣就沿著去線 直剪 你斜剪這樣就沒意思了 然後又回到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就 然後就 這裡就收進去 這個應該就剛剛好 這裡就剛剛好 但是因為我們這裡要弄上面 上面這裡是要剪掉的 這裡是要剪掉的 這樣就賺到它了 其實卡住應該就剛剛好 然後最後就找家裡貼一貼 再矮一點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就剪掉它 剪掉就變成這樣 我們這個先不要黏著 因為可能隨時的位置不適合 我們需要去更改的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剛剛那個 就是這個卡片固定位 弄好之後 我們也量過位置之後 我們就需要弄斜板的位置 斜板的位置 很簡單 你喜歡長一點就長一點 沒什麼所謂的 短一點就短一點 那長一點就長一點 那些就 就要兩塊薄在一起 因為我這個短一點 所以就要兩塊薄在一起 就是這樣 對啦 這個刀也不漂亮 然後我們再這樣盒著 再刀 那這些條也不要丟 可能會有用的 就是你裝飾或貼的時候 都可以寫一些紙 然後就把紙貼下去 那這裡 你就可以用紙貼上去 那這裡就可以用紙貼上去 那裡就可以用紙貼上去 那這裡就貼上去 然後這裡貼上去 然後這裡貼上去之後 那這裡就貼上去 然後 雖然我們也是要這樣斜著放 但是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們也要切那些 從這裡開始切 切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拿回剛剛那一張 這一張 這個就是這樣塞的 你喜歡做完之後 就可以加入椅子 我們這裡 就是這裡 裡面那裡 裡面呢 就是這裡 這樣 這樣就黏住了 那 那 這裡 因為這個位置小一點 那手小的人呢 那就有好處 咦 黏住了 好快啊 咦 搞定了 那就黏好了 那這裡下面有條縫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麼小 那隻蛋不會滾到條縫 那跟著我們再量一量 就是我們是由這一邊 這樣 拿個蛋試一下 就是這樣 就是到時候我就會黏住這兩邊 那 那 這裡呢 就掉了一個蛋 那我吃了就黏住這兩邊 對啦 這樣 這樣就掉了下來這裡 那 就要先掉一掉它 那黏住這裏呢 不好 這個 等一下 一顆蛋吧 這樣就放這裡 然後它就會滾出來 然後這個可以拿出來 那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些蛋 就是 不單單是一顆蛋 就就會全部沖出來 né 對嗎 這個就很快 其實也很簡單 就弄到它就不會掉下來 也不會衝下來 那我們就先貼好這些邊邊 那我就會分兩部分 因為可能原先預計的15分鐘不夠 那我就會分兩部分 那大家記住看我下一部分了